好的 大家好 我是小黄 这次的时宜防卫战呢 我会选择用比较平民的队伍 两金阵容 然后是五个角色而已 队伍配置给大家看看 零影化的减四星的武器 赛斯也是用四星的武器 但是这边二影化 技能等级也不算点得很高 伯尼斯的队伍零影化四星的武器 派牌也是四星的武器六影化 然后路西呢是三星武器六影化 技能等级呢也是要没有点满的 给大家看一看 就点的大概重要的而已 这一次的巨变节点呢 最主要是第五关就开始变难了 所以我会展示五六七的关卡 给大家看一看 好 第五关第一间 伯尼斯的队伍先 好 伯尼斯进入的时候 换路西先进场 强化特殊技给队友加攻击力 然后绕后走位 走位去后面 把这两个枪手推到中间去 然后就想办法五个敌人一起打 好 转圈圈 好 全部杀掉了 第五关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有三波的敌人 这个是第二波 伯尼斯先来一个重击 然后长按战技 双枪喷火 然后派牌 普攻击一下 转圈圈 好 然后换路西出来 加个攻击力 伯尼斯 重击 在长按战技 恢复我们的燃油特条 好 到派牌 好 伯尼斯 然后到路西 应该是死了 好 伯尼斯在这边 想办法两个敌人一起喷火 找一个位置一下 好 两个敌人喷到很完美 好 派牌转圈圈 尽量找一个位置 是可以同时打到两个敌人会比较好 要不然你一个一个敌人打就效率比较慢 路西先加一个攻击力 好 两个敌人站到一起了 等一等 把他们两个聚到一起先 好 两个站到一起了 我直接开大招 然后支援换派牌进入 派牌进入 没有强化特殊技 就慢慢普攻 有能量了就开强化特殊技 转圈圈 尽量找一个位置 可以转到两个敌人 好 这边两个敌人打到 很好 好 路西先加一个攻击力 好 伯尼斯 到派牌 再见 好 到第二间 第二间捡这边呢 赛斯先进去 先开个护盾 然后尽量走位把敌人推到一起去 可以看我一直想办法 绕圈走位 把敌人推到去中间的位置 尽量五个敌人一起攻击 好 这边按一个重击 好 弹掉 换赛斯先补一个护盾 因为护盾差不多消失了 资源进入 好 这边等我们的红色能量没有掉过后呢 用强化特殊技 快速的让我们展出那个红色能量 要不然我们打强击的时候伤害就不搞 没有红色的能量条的时候 好 这边来一个重击 回复一些红色能量条 多触发这个完美闪避呢 也是可以回复我们的红色能量条的 好 赛斯先补一个护盾先 护盾消失了 加个精通 再补个护盾 好 这边敌人差不多要失衡了 失衡呢 我们让赛斯来打 赛斯打出失衡呢 我们的剪就可以释放这个连邪技 因为剪的连邪技是比较痛的 好 打出一个强击 再见 好 这边打了一个强击 我这边直接开大招 两个敌人站在一起 很好 要不然我们浪费那个能量啊 大招好了不开 很浪费 来个重击 回复一些红色能量条 赛斯 来补一个护盾先 这里追着这个兽子来打 因为这个兽子呢 它会一直走来走去 然后那个壮壮的 壮男呢 它会追过来 所以你只需要追着这个兽子打 壮壮的就会自己过来 然后你就可以同时打了两个敌人 要不然你打那个壮壮的呢 那个兽兽的会一直往后面走 然后会后面偷袭你 飞那个飞镖 所以你追着那个兽子打 然后尽量注意闪避 问题就不太大 因为剪的闪避能力还是很强一下的 然后护盾消失了 赛斯就补护盾 要进尽痕的时候呢 就换回赛斯来打尽痕 好 这边用赛斯打尽痕 然后剪就可以释放这个连邪剂 连邪剂又同时打了两个敌人 是很不错一下的 强化特殊剂 恢复我的红色能量 然后追着这个兽子来打 好 兽子杀掉 再打这个壮壮的 他手上哪就是两个黑色的鸡腿 黑色的鸡腿 应该是吧 好 这边开大 好 这边我的护盾消失了 要补一个护盾先 换赛斯 补一个护盾 一个护盾应该就可以收掉他了 爆 好 这边用时是4分10秒 接下来到第六关的第一间 也是要露西先来加一个攻击力 然后伯尼斯进入的时候呢 用重机挂火 我们强化特殊剂先不要开 先留着我们的能量 然后拍拍 转圈圈 就可以转死他们了 全部干掉过后呢 好 这时候换上我们的玻璃丝 来一个重机 然后接双喷 用一些能量 恢复我们的软点 好 拍拍开转 好 来一个强机过后 露西加攻击力 刚好触发招在支援 这边直接双喷 好 进火的灼烧 然后拍拍 普攻 把它打进石盒 好 先玻璃丝 然后到派牌 然后最后再到露西 好 支援技 进入玻璃丝 直接开大招 因为我的玻璃丝面板是比较好 所以我大招都会给玻璃丝开 然后出发支援 派牌进入直接转圈圈 打出强击 好 先普攻几下 打出强击过后 换露西 来加一个攻击力 玻璃丝开喷 应该可以直接把它喷死 好 死吧 好 到了第二间 这里进场还是要先用赛斯 绕后去找这两个枪手 把他们聚到一起 然后其他的角色是进攻角色 他们会自动过来的 你对准这两个枪手打就可以了 其他的角色会自动自己飞过来 好 会这样子跳过来 注意看当他们跳过来的时候呢 你按闪避键就可以触发这个完美闪避 然后恢复我们的红色能量 就可以保持我们的红色能量了 好的 小弟你是最后一只 好 再见 好 大人要来了 先换赛斯 先补充一个护盾先 这边还是蛮安逸的 因为解的闪避能力很强 而且赛斯又给它护盾 我个人觉得生存问题不会很大 好 这里我的强化特殊剂呢 是没有开的 存满我的能量 然后在等到我这个红色能量条 结束过后呢 我就按两次强化特殊剂 强行让我推进去这个红色能量条 这样我的强机呢 就会有暴击 一般我是会把能量存下来的 进石横的时候我也是会开 因为进石横的时候呢 打这个强机是会比较痛的 所以我的强化特殊剂呢 一般会存下来的 只有在石横的时候 或者是红色能量结束过后 我才会开出来 这边就闪避攻击闪避攻击而已 注意看它的动作 好 差不多要进石横了 要准备 注意看看它的那个石横条 因为我要用赛斯打进石横 然后剪就可以触发连邪技 好 这边 第一个强机 我用强化特殊剂打出来 然后直接开大招 再打出第二个强机 好 这边重击 回一点红色能量条 好 强化特殊剂赶快斩出来 再来一个强机 切一点点血了 强化特殊剂 这边给它躲掉了 这里我就不补护盾了 因为它已经要死了 换回减回来 因为它切一点点血而已 好 强机 第六关是比第五关简单的 可以看到我用十呢 第六关是用的比较少的 到第七关的第一间 这边我对五调换了一下 因为第二间的怪物呢 是有物理抗性的 所以我们不要顶着抗性去打 这边的打法也是一样 可以看我是绕后 去打后面这两个远程的敌人 因为近战的敌人 会慢慢自己走过来的 所以你只要打远程的敌人呢 就相对是在聚怪了 闪避 我会一直按闪避 好 全部干掉了 哎呀 我的重机浪费了 好 先补一个护盾先 然后锁定它 专注看它的技能动作 一直按闪避 我们的红色能量呢 就会恢复的很快 好 两个强化特殊技 快速的让我们进入红色能量条 接下来就是专注看那个BOSS的动作了 黄光就闪 这边我按了重机 所以没有闪 赛斯补一个护盾 也是一样 要进石虹的时候 记得要换赛斯出来 打这个石虹 要不然会很浪费 连携技要用减来放会比较好 好 减 来打这个连携技 它差一点点就有一个强击了 所以我中击 第一个强击打出来 直接开大招 再打第二个强击 好 强化特殊技 第二个强击打出来 好 来个重机 回复我的红色能量 好 疯狂按普攻 赛斯补个护盾先 我怕人家护盾消失掉 然后专注看它的动作 按闪避 强化特殊技 恢复我的红色能量条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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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能量在一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按这个重机了 如果你有那个红点的时候 恢复一点红色能量 这边用强化特殊技 这边我的护盾消失了 我怕我的强击打不死它 所以赛斯先补一个护盾先 加一个精通 一个强击 带走 好 第二件 这里还是要露西先来 强化特殊技 加一个攻击力 伯尼斯来一个重机 挂火过后的派派旋转 好 全部干掉 伯尼斯来一个重机 因为软点还有很多 所以我按两个重机 双喷 然后换派派旋转 打一个强击 强击过后 露西加攻击力 伯尼斯来一个重机 双喷 恢复我的软点 然后换派派 打一个强击加混乱 好 刚好能量又满了 所以我直接旋转 这里敌人是还没有挂桌梢 所以不要把强击打出来 注意看敌人的那个混乱条 物理条差不多要满的时候呢 你就换角色 用露西或者是波尼斯 来上灼烧 灼烧 灼烧打出来过后呢 派派打一个强击混乱 好 最后的连携剂 我是放露西 然后资源进入 波尼斯直接开大招 然后再挂灼烧 然后资源进入派派 我们的喷火就会久一点 好 这边我们的能量没有了 所以就换派派派先 加一个buff先 然后用波尼斯 喷一点火 派派还没有好 我在等派派的能量 好 挂一个灼烧 派派能量有了 旋转 来个强击混乱 然后第二个强击不要打出来 赶快换人 这里是失守了 不小心打出来这个强击了 浪费了 一般是我们打了一个强击 挂灼 打一个强击挂灼 这样子打法 混乱的手法是这样 不要麻烦一点 好 波尼斯 派派派 然后最后露西 好 波尼斯进入 直接开大招 然后换派派派派有能量 直接旋转 好 干掉 这边用时是3分41秒 对比下来呢 第五关比较难 你可以看到第五关是用了4分10秒 好的 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我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吧 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